他是西班牙小将罗密菲尔 可以通过具现化的手段 将对手潜意识中恐惧的劲敌展现出来 现在基布的精神状态非常糟糕 若是在精神上受到打击 对手的行动会因为大量流失体力 和低下的思考能力而变得头脑混乱 最终走向灭亡 预选赛加拿大队的队长 就是这样走向灭亡 从而放弃了比赛 众人不由地担心起基布的处境 现在的他精神萎靡 面对具现化的白石 显得束手无策 大型圆桌抽击 基布军不然比赛可就没得打了 上来就给基布一个下马威 看来这场对决胜负一分 网球王子394话胜输与王正式开始 基布的精神跟体力都已经被消耗殆尽 靠着坚定的意志才让他继续战斗 再这样下去 对方可就要不战而上了 反观对手 他已经将瑜伽修炼至极致 可以无限恢复体力 看着基布与幻象打得难解难分之际 他几个动作就把体力恢复到刚比赛时的状态 这还玩个屁啊 这边呼吸回血大法将体力挥满 另一边则是地狱级难度对手疯狂消耗体力 基布快醒醒 生气你就输了 白痴好心提醒 基布还没缓过神 是这样吗 什么 输 那可不行 基布突然爆发出强大的斗志 舍啰嗦 我会把你的弱点全部暴露在人前 欢迎来到基布王国 这招通过眼睛的视野 谷佳的比例来看透对手 找到胜利上的死角 根本无法避开 万万没想到 在基布眼中 白痴的身体竟然是一片漆黑 幻象看不见骨骼 还是因为星之圣经 情况危急 已经没办法去想这种事情了 现在只能拼尽全力 集中注意力 注视他 张开全身的毛孔 我身上肩负着伙伴们的信任 还有获胜的信念 怎可能就此止步 还不能放弃 以不用尽全力将球救下 但是对方并没有手下留情 白痴反手抽球 奈何基布已经精疲力尽 即使飞身救球 也没办法碰到网球 6比3 第一局比赛 西班牙大获全胜 观赛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贺赛欢呼不觉欲耳 日本队这边 为痛失第一局 而感到惯惜 基布已经再起不能 他的意志几近崩溃 大脑一片空白 现在的他 已经不适合打持久战了 精神状态差到极点 若是无法 克服体内的畏惧 就没办法 立于赛场之中 但是现在无论如何 也不能就此倒下 接下来 还要面对龙马跟姓村 他们俩 要比之前三位更难对付 面对强大的西班牙小将罗密费尔 基布大爷 能否攻克眼前的对手们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月更新的三话 怎么说呢 有点敷衍 大爷连着被虐了三话 第一局已经没了 大概率会达到第三局 还有两位重量级大咖没出场 就已经处于完全劣势 体力跟精神 遭受双重打击 不过姓村的技能 就是进化的垫脚石 用出来没赢过 都是为了帮别人精神突破的 大胆猜测 应该是姓村 帮助基布 在精神方面实现了突破 下一话的龙马 很有可能出现 究极天衣无风 二了 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揣测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那么 袁芳 你怎么看 伴随了一张美美的彩页 七月份 新网球王子 终于更新了 第三百九十五话 可能性 西班牙小将 罗密费尔 先把头筹 六比三 将基布大爷 轻松拿捏 甚至 都不用自己亲自动手 他的能力 是将对手的恐惧 具象化 也就是 让对手 怕什么来什么 记忆部的想象力 也是天马行空 真田的黑气 瞬间离谱 黑龙七重战 简直不要太秀 期待在完结之前 可以见到黑龙百重战 西班牙美少年 另一个绝招 是呼吸回血 两大绝招相互配合 先召唤出幻影 让你破防 自己 则在一旁跳舞回血 这边跟想象中的对手 打得难解难分 大汗淋漓 那边 跟个没事的而已啊 这还玩个屁啊 眼见记布 一惊毫无还手之力 马上来说教一番 想要杀人出心 一定要先扬后翼 你很强 就是多余动作太多 回家 再练两年半吧 记布大爷可不吃这一套啊 他现在满脑子 都在想如何战胜之后的两人 之前牧手什么的 都是小卡拉咪 毕竟那两个人 还不知道进化成了什么样 是时候想一个对策了 西班牙队这边 半场开香槟 营艺局就开始各种吹 从大家表情里也能看出 零下记布 是理所当然 没有一丝压力 观众的欢呼声 更是此起彼伏 接下来的比赛 势在必得 罗米菲尔悠哉悠哉的表示 那日本小哥还挺有意思 我还没出力 就倒下了 副队长看他一脸得意 马上给他紧了紧匣 别打持久战 记布的实力不容小觑 他有着强大的精神力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还是速战速决为好 争取3比0结束比赛 日本队这边 记布独自坐在休息区 和西班牙队欢乐的气氛 形成鲜明的对比 精神便利崩溃 意识也逐渐模糊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仿佛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如果不是他强大的精神力 这会儿早该被击溃了 看来这场比赛 胜负已定 这样的记布 即使上场 也会被对手血虐 就在这时 陆江缓缓走来 出现在记布面前 喂 记布 记布这才回过神 自己竟不知不觉 坐了这么久 他缓缓抬头 看向面前之人 陆江一如往常平静柔和 从现在开始 禁止使用眼力 第二局比赛开始 回到赛场的记布 还在讲陆江的话 如果禁止使用眼力 那该怎么识别 对手的弱点跟死角呢 这不就是直接摆烂吗 再这样打下去 就要被对面踢光头了 面前的五人实力过于强大 大爷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他内心深处 由罗密菲尔具象化出的恐惧 会是这五个人 而且亮国相的三人 都克服了自身的缺点 让所有技能都得到了提升 远超现实中人 如果他能跟眼前 具象化的恐惧 一样强大的话 就一定能够获胜 此时眼前的黑影 逐渐清晰 正是真甜 之前具象化的木手 有四个进化 更强的大爆炸 短球泛石剑 二三步缩地法 球的缩地法 白石有两个进化 巨型圆桌抽击 圣经免疫亡国 真甜 只有黑气得以进化 看来阴雷 也必须要加以进化才行 此时 伴随着一声雷鸣 光云无碍如虚空 基布的球拍 瞬间脱手 网球穿泡而过 基布豁然开朗 是可能性 我看到的是 他们未来的可能性 基布终于明白 真正令他恐惧的 不是现实中 面前的本人 而是在未来 他们不断磨砺球技之后 得以成长的五人 这就好办了 接下来 反击开始 基布 回想起那个雨天 发生了一切 他要对线 跟守种的约定 担起支柱的责任 为全队而战 更忘不了 陆江对他说过的话 你很擅长 识别对手的弱点 但仅凭这一点 是无法战胜对手的 对手的弱点和长处 都必须更加了解 当初基布 对这句话 并没有深刻的理解 现在回想起来 却有了新的感悟 光看破对手的弱点 还远远不够 对手的强大之处 也必须要了如指掌 真田曾经在短时间内 将黑龙一重斩 进化为黑龙三重斩 绝招风铃火山 更是进化成暴森银风 将力量和技术 变成优秀的防守技巧 通过山系和雷系 读取对手的心理 将整个球场 都变成攻击的起点 然后将新的杀手锏 隐藏起来 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 以此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这就是真田玄一郎的优势 理解了真田的强大后 气部对他的恐惧 也骤人消失 真是有趣 下一个 木手勇四郎 他是笔家中学中 唯一一个 能够全面施展缩地法的男人 拥有远超他人的虚感 除了力量跟技巧之外 为了取胜不择手段 对胜利有着强烈的渴望 更是拥有 绝不动摇的钢铁般意志 面对敌人也毫不留情 体会到木手的强大后 他的幻象也随即消失 空荡荡的球场 只剩技部一人 白石葬之介 坚持长年不间断的基础训练 加上简洁 干练的网球技巧 用跳跃的想象力 将星之圣经变为可能 即使遇到强大的对手 也丝毫不怯懦 依旧充满自信 总是优先考虑队伍和后辈 不断努力 只为了让大家能够共同进步 这里不禁要插一句 技部大爷 你不是没看白石对着宙斯那一场 面对强大对手 毫不露窃这一说法 实在不敢沟通 赢品正传 此时的继部一经进化 终于克服了三个人的恐惧 幻象也就此消失 日本队在第二局率先得分 1比0 大爷终于理解了入江那句话 了解对手的强大 对意图和战略一清二楚 这样才能发现自身的弱点 罗米菲尔微微一笑 伸出两根手指 不要那么猴急 那不是还剩两个人了吗 我先练会瑜伽 你继续 此时在继部眼前 赫然出现那个男人 月前龙马 继部认真起来 率先看球 没想到面对龙马 竟然一动不动 脸上露出邪恶的微笑 这样的发球 他很质不屑 不好意思 我月前龙马 从来不打顺风局 让我追七是我的风格 开局丢分是正常操作 那么只剩最后一个 幸村惊世 压轴登场 他拍了拍龙马 接下来 他要开始表演了 个人猜测 这里龙马被秒杀 只能说明一点 那就是继部 一直都了解月前的强大 因为这一话 主要想表达的就是 要善于发现 对手的弱点和长处 这样才能真正战胜对手 当继部了解到 真田 木手 白石的真正强大之时 三个幻象就消失了 也就是说 破具象化的关键 就是理解对方的强大 继部和龙马 打过正式比赛 真田是私下对决 而且打到一半 被幸村叫停 他对龙马的强大 一直都有着 很深刻的理解 所以一下子 就破解了龙马的幻象 还有一点 就是待会龙马 要上场比赛 这会儿把上线封死 接下来 你说还怎么写